学做美甲赚不到钱 Oh my god 这句话根本其实就是一个假议题 怎么说呢 其实如果以一个正面思维来讲 老实讲各行各业 你去学做吃的 然后去卖车子 卖衣服 卖任何的东西 是不是都有可能有赚钱的跟不赚钱的 所以回过头来讲 学做美甲赚钱与否 其实无关于学美甲这件事情 学美甲优点相当的多 首先第一 他可以替你自己省掉大量的金钱费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也知道出去外头做一双指甲相当的贵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想要学美甲 而学美甲呢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替记忆省钱了 举例来讲 如果我做了20年的美甲 每一次不要多 我都只有图单色 来个699 20年下来 你看就赚了多少钱 你用这样的思维来去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学做指甲 这个投资真的是太合算了 第二个优点是什么 第二个优点就是很解忧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专注着在画画 你会发现你的烦恼整个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三个优点是什么 增加了你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轴离啊 或者是你的婆婆 你可以用美甲来去拉近你的人际关系 甚至于你在外面的一些社交 那这样子呢 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更良好的一个沟通 第三个呢 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让你呢 业绩提升 假设你不要学做美甲去开店 你是一个卖车子的 卖衣服的 或者是卖保险的 甚至于任何的销售模式 你自己本身的本能 加上了做指甲这个附加条件 如果说我今天做头发 我永远消费只有到1800块 我可以用指甲这个东西 把我的业绩顶上去 所以它可以带动你的销售额 你的业绩额 那这个呢 是不是变相的也让你从中赚到钱了呢 其实啊 说实在的 做指甲赚得到钱赚不到钱 学指甲赚得到钱吗 完全是看你自己够不够专业 怎么样去包装它 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行销手法 所以学做指甲 不赚钱 不要学美甲 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假议题 学指甲呢 是创造你多一项的一技之长 让你的未来的生活 可以灵活的运用 你可以只有采用预约的方式 赚一点简单的零用钱 来慢慢的拓展你的人际关系 你说了那么多 做指甲 到底赚不赚钱 学指甲 是不是真的不要学呢 其实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技之长学习 投资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最大的价值 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 可以引发你自己有更多的判断 如果你喜欢做美甲 喜欢学美甲 喜欢替自己做漂亮的指甲 一种设计美感的一种学习 我相信你就当作是一种消遣 也是很不错的 欢迎一起投身我们的美甲产业 一起来学做指甲吧